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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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少爷 麻烦你又把他扔出去 永远不准踏入公司一步 是是 杜总 你请我解释杜总 杳秘书 你是不是进我办公室动我东西了 前总监没有证据可不要乱咬人了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 误媚私服 辗转反侧吗 怎么 害怕见到我 有什么话快点说 不然我叫保安了 你还真是扎得彻底啊 我以前怎么瞎了眼看上你 什么意思 好啊 好啊 钱总监 好久不见啊 怎么是你们 是我 请他们来的 杜总 前程啊前程 多年来你一直出卖公司的机密 多亏了孟黎 把你出卖公司的设计合同给了我 你居然背叛我 你听我解释 一切都是龙龙的阴谋 设计协会已经决定将你永久出名 钱总监 你等着身败名裂吧 最后再提醒你一句 千万别小瞧女 对 不能小瞧女人 白少爷 麻烦你把她扔出去 永远不准她入公司一步 是 杜总 你请我解释杜总 赶紧把她扔出去 我孟黎 你给我等着 孟黎啊 这次可多亏了你啊 我决定 任命你为设计部新总监 随便可以为你上班 感谢杜总的美意了 不过孟黎呢 已经有自己的安排 那这样 以后你要有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别客气 谢了 好 再会再会 一岁打架 恭喜你了 这次爱情赎业 双丰收 独钟给你绳子了 她呢 的确是提这件事了 不过没答应 我还在 那我已经想好了呀 我要和师傅你 合作开服装设计工作室 工作室和我 师傅 师傅 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的 既然有梦想 咱们重新开始 胆俗 你们看到板少爷了吗 他没和你在一起吗 从昨晚到现在一直练习不上